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现在是这个通试课程 中国管理哲学 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 是这个拆分台 拆分台的第四次 在这里拆分台的第四次 然后上课开始之前呢 因为以前有几个同学提问题 我想很乐意回答同学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的环节 所以我先回答几个同学的问题 同学的问题也会是在座各位同学的问题 所以我们参考一下 同学是这个社团的社长 课很多很重 会有忙不过来这样子 所以事情的轻重环节 其实很好区分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很清楚的轻重环节 功课绝对是第一的 那社团活动呢 参加不来 当然不应该参加很多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你一旦当了社长 那就是有责任 所以社长的责任呢 也是很重的 其实不是一件很轻的事情 除非你不做社长 或除非你不承担某个 这个活动的任务 一旦做了社长 整个社的事情是要负责的 或者一旦承担了某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也是要负责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说 在你该做的事情 跟你的课业之间呢 其实是时间分配 不是轻重缓急 我想要强调的是 它都很重 它也没什么轻的 你不能说我做的社长 我功课很重 甚至有事情都不管 那我们当然 我们这个同学 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困扰是另外一个形态的困扰 我们把它看下去 有时候会更重要的是 忽略相对不重要的事 忽略不代表完全不做 而是不投入那么多的精力 像有些社团的事 因为社长会觉得管大的事 小的事情呢 下面的人 稍微修正一下 在学校里头没有所谓下面的人 以后大家改变这个观念 你的社员或你的干部 其实不是下面的人 因为大家都是学生 其实是平等的一个身份 那么我们有管理阶层的高阶层 以及低阶层 那这是客观的事实 但是我们在观念上 不要觉得上面下面这样 所以以后这个措辞稍微修改一下 也会改正我们自己的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一些态度 特别同学之间没有所谓上面下面 还有一点 就算你是做官的 做官的也不要有 人家是下面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皇帝的时代 不是皇帝的时代 不是那种绝对威权的时代 不是那种人民性命 像蝼蚁一样的那个时代 那一个人地位都是平等 只是角色扮演不同 做总统 做总统 做主席 做领袖的人 他还是有任期 他只是一个角色扮演 元与人之间所有地位是平等 好 这个也不是大的问题 只是说一些小事情 应该有下面的干部 他们分配到那个工作 应该是他们的责任 我并不是不在意 只是我有其他事要做 而且就算我不亲自参与 还是会掌握状况 但是有些人却觉得 我应该要参与到社团的每一件事 那说实在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力气 话又说法来 就算这位社长功课没有那么重 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 跟力气参与到社团的所有的细节 那比如说这个采购主 他要去采购两个礼拜之后 营队所需要的东西 那采购主就到了大卖场去了 那社长要不要参与呢 好 这个客户主要讨论 这个营队要上课的课程 那客户主要召开客户主的会议 那社长是不是就要到呢 那客户主发现 他们想去找哲学系某位杜教授 来给他们上课 那个杜教授约了时间这样子 那客户主的同学 约好了时间 要跟老师去说明这个课程 请问社长是不是要到呢 这样大家就明白了 就算社长功课不繁重 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么所有的事情 如果他都要参与 那么这些社团的干部的角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而社长如果是这样扮演他的角色 每一个干部要做什么事他要亲自参与的话 这是一个错误的领导方式 也会让获得任务授权的同学 会让干部呢 没有一种成就感 没有一种独立性 自主性 那政府的官员也是这样 学校的管理也是这样 院长有必要到每一个系 当每一个系在开系务会的时候都坐在那里听 你们有没有好好开系务会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力气 有时候会觉得很挫折 因为我没有办法到场到每一个干部活动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去参与 老师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觉得做事经验不多 本身又是个不拘小节的人 这个不拘小节不是个缺点 有时候他还是蛮优点 但是呢 我们上次不是讲要缜密不要索性 所有干部做的事情你都参与 你都叫索性 但是重要的关键的事件 发生的场合 你要到场 要细细的处理 这是缜密 待会我会告诉这位同学 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因为不拘小节 有时候处理社会上多少会有些失误 处理社会是不可以有失误的 当然就是尽量不要有失误 任何人都会有失误 失误在所 失误是什么呢 今天晚上社课要进行 既然场地没借好 然后呢 社员来了 场地是另外一个社团在使用 这就是失误 这种失误是不应该犯的 那如果不是这种失误 这些联系上的小的缺失 那也许是你很忙 没有做 但如果是社长的责任 那不应该有失误 不过我们要话说 社长要管的是找下张的同学 担任主要的干部 社长要管的是决定整个学期的活动的大方向 然后分配任务 让每一个不同单位的干部 来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社长的任务是决定社的活动的方向 就是政策的决定 然后呢 社长应该要盯人 社长要提醒人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其实我认为是你们社团的关键 就是社长要懂得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不是要参与他做事的细节 我会认为同学会希望社长要参与 应该有一种心情 我这么辛苦为社团工作 那我应该被社长看到我的付出 我多少会觉得同学干部有这样的心态 社长不可能到场每一个地方都出席 但你可以透过反正你们有联络的方式 各种的那个联络的方式 一台手机一台电脑你们太多联络的方式 主动表示关怀 这是社长的责任 主动表示关怀 那这样子那一个干部负责的事情 他就会做 那如果有哪些做不好 其实都是干部 照理说社长应该没有事 社长的事情是把任务分配好 那把活动项目决策好 然后关心或者是叮咛 或者是追踪 然后如果发现哪一个干部不行 没有办法到位把他的事情做好的话 那社长自己要补位 因为这时候没有人可以找 那补位了 事情解决 那就没有所谓失误 你没有补位 你交代了干部 没有把事情做好 那就是失误 或者发生了某一件事情 是社长应该亲自去处理的 社长没有去处理 这也是失误 所以什么是社长的角色 职责 自我要求 什么不是 那这应该是要可以厘清的 社长跟干部的关系 跟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跟经理的关系 跟一个小单位的科长 跟职员的关系 其实都是一样 这个结构都是一样 好 因为我这学期很忙 很多事情 有时候会比较容易出错 那其实我就要提醒 如果这个学期真的这么忙的话 其实当时不应该答应担任社长 那如果担任社长了以后呢 那你就要宏观调控 你的时间分配 在课堂的课业 跟你社团的时间 因为没有哪一件事情 比较重要 每一件事情都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 因为课很忙 没有办法把社长的角色做好 你要选择放下社长 不是选择放下功课 那或者是你可以选择 少选几门课 你觉得这个社团活动 很重要 是你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你可以选择 少选几门课 你时间就比较多 如果把社务做好 透过把社务做好的过程 你人生获得了历练成长 这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总之你事先就要选择好 现在你既然科业也选择这么多 社长的角色也选择了 其实你就是要两边都顾好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要分配你的时间 你要剥夺 做社长跟读书这两件事情以外的其他事情的时间 你要剥夺的是其他事情 因为这两件事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都是应该要把它做好 所以不可以因为很忙 事情容易出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属于社长的职责该做的事情 那么你出错 有失误 那这就是你自己没有处理好 如果不是社长这个身份 一些小错都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是社长一些小错也让我备受质疑 觉得压力很大 那如果是小错的话 那有时候他未必是从 就是刚刚你所讲的 这个某一个部门 他们的会议 行政会议 而不是整个社员一起的活动 各个部门都有角色任务的那个大活动 这种大活动呢 当然你应在场 那人家觉得你应该在场 而你没有在场 然后呢 认为是对你的质疑跟指责 那你认为这是一些小错误 那我倒不认为这是小错误 这其实是所有的人的一个角色扮演的自我认知 就是不同的部门的个别的工作汇报 筹备的任务 各个部门自己应该要落实 但是如果社长能做到实时一个讯息去关切 实时一个讯息去叮您 最后一个讯息去感谢 那这样就是最圆满的 所以部门本来就需要有独立的完成任务的能力 那不然找你做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干什么呢 好 同学说我知道应该去学习注意小细节 这个我正在学习 那毕竟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完美 在我有能力做好每个小细节之前 我该怎么办 这个另外呢 我们社团是一个 到这里为止 那我就是要强调 你要认识清楚 哪些是社长的事情 哪些是部门的事情 是社长的事情 你一定要完成 你要用你自己读书以外的时间 把社长的任务做好 这是你已经选择的角色 你的举责 所以你可能吃饭时间要减少 这个 吃饭时间要减少 那通勤的时间呢 想办法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通勤 不要用没有效率的方式通勤 哪怕多花一点钱 那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配 然后呢 这个不那么迫切的事情呢 就不需要去做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你其他的 有仪的活动 私人的活动 这个个人的生活所需的活动 要减少这些事情的时间 让这些时间能够投入到你的 这个客业跟社团活动上 然后呢 对干部呢 被人家指责跟质疑 小细节没做好 其实恐怕就是 没有感觉到长官关爱的眼神 在他们心里 你就是长官这样 虽然不应该有这种心态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但是 还是会有同学 会有这种心态 所以你就应该多主动关心 那这些被人家认为的小错误 也许就不会被人家提出来 好 下面是不同的另外一个情况 我们社团是一个很大的团队 所以话说回来 这么大的一个社团 决定要做社长了 那就应该真的是全力以赴 你想想看 带着这些社员 这些干部的 20年后各个都是董事长 总经理部长 教授 所以何能何能 有机会带领这样大的 能力强的 支付优异的团队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 所以选一门课要学好 参加一个社团 担任的社团干部 特别是担任的社长 这是人生重大的事情 不要轻视这件事情 要全力以赴去把它做好 好 所以不止一个复射 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每个复射风格都不一样 重点就在这里 有人喜欢我每件事参与 有人喜欢我不要多管 这让我蛮困扰的 其实我有自己的原则 对 你就应该要有自己的原则 但是我要提醒 喜欢你多参与的 你不一定要参与 但你一定要给他一个讯息 你再关心他 并且再感谢他 或者呢 在公开的场合 多提他对社团的贡献 他是一个情感型的人 我们后面会谈到人物质 人才管理 人才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有些人呢 就需要情绪浓烈 需要满足 有些人就冷静理性 他一定会把任务交代好 把任务做好 所以你只要交代 他就会做好 你不要一直盯着他 你一直盯着他 反而会让他觉得 你是不是不信任他 而事实上他的能力 早就超过了这个任务 所以你不需要一直关切他 叮咛他 所以有人希望你不要多管 不要多管的人 你就给他任务的 这件事情就明确到位 但是呢 事情快要发生之前呢 恰当的时间 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做 还来得挽救之前的恰当时间 要给他一个提醒 这样子 像我们老师常常会 帮别人这个审查文章 好 一个email 好 同意答应这样 可能是两个星期 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两个月 好 在那个事情还来的 挽救之前的dayline 来临之前几天 或者是一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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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学报的单位 负责了 他会再给我一个音乐 老师 那个 谢谢您 帮我们审查某个论文 然后在 一个星期之后 审查 截止期限到期 还希望老师呢 能够尽快审查完 给我们您的审查意见 非常感谢 像我收到这种email 就会觉得这个干部真是超好 因为说实在 我当然真的已经忘记了 当然真的已经忘记了 这样 所以可能会 老师已经过期了 你怎么还没给我 真的吗 好 那搞得把它拿出来 因为已经登岸到了 然后好好審查一下这样 我要照顾我现在在公开场 泄露我自己的秘密 好 这个就是 能力强的人 他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任务交代清楚 适当时候提醒一下就好 其他一种能力强的人呢 感性丰富 你要时刻跟他保持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事的状态 这样子 那假使他有一些社群媒体 你就常常上去给他按个赞 他就知道你都有在看到他 所以他做的事情 你一定知道 他就不会 他可能就不至于会 那么样的 这个急切地来找你说 你一定要参与他每一个活动 那这就是你自己应该建立的原则 你也应该要适当参与 跟适当的管理 这样子 所以管理团队的风格 我是不是应该跟他们都沟通 又如何沟通 这个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态 所以你不是开一个干部会议 我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倒不需要 这样子做 你就是针对不同的干部 那有不同的会后互动模式 就是这样 那开会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则 对所有人都应该平等 每一个干部对社务的贡献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正常开会就可以了 这个一个社团领导管理的问题 那这个在各位同学将来出社会以后 多多少少大大小小 你总是会带一个团队 那这种现象呢 一定会发生 那我要强调的是 这个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 读书是我们的本局 课业顾不过难 社团的任务又很重 如果可以选择 当然选择课业 放弃这个社团 那如果课业也能够顾好 你又参与了社团 又担任了干部 那么社团干部的任务 跟你课业的任务 这两件事一样重要 我向你保证 你的生活当中 一定有其他的时间被浪费掉 把那个时间找出来 你就会有时间 整密地做社团的事情 很简单嘛 你休息的时间就要停止 你休闲的时间就要停止 或者是你谈恋爱的时间就要停止 这些时间就应该要停止 因为课业是最重要的 然后社团的角色扮演 一样是你最重要 因为那是你的责任 试想等你大学毕业 或研究所毕业 你进入职场 不管是哪一个形态的职场 你不是学生的身份 你是职员的身份 你是领薪水的人的身份 你的任务你是一定得做好 这个时候没有说我还课业烦 那时候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做事情 角色扮演 就是我们人生未来 每一个人 每一天的角色扮演 既然是你的职责所在 既然是你的任务 就应该把它做好 首先是学生的身份 大家 任务是学习 但是呢 我们也预演 我们将来在社会上 职场的角色扮演 所以我们藉由社团活动的参与 并且你得到了社长这么好的这个角色 可以学习这么多全方位的能力 任务要完成 不要出错 不要失误 角色要扮演好 至于不同的干部 跟你的反应 造成你的困扰 在这一件事情上呢 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搞清楚 什么是你的任务 什么是他的任务 你的任务 你自己不能犯罪 第二个原则 我觉得 你们的社员 干部 他很爱你 他很需要你的关系 你要多一些温暖 不要那么理性 不要那么冷静 有些人很热气 你就要多多回应他的热气 你可以不这么做 除非你不是社长 你应该要这么做 因为你是社长 社长既是爸爸 也是妈妈 明白吗 所有的角色 阴性的阳性的角色 你都得办 因为你的干部 他就是有种种不同的类型 好 下一个同学问 这个 再跟谈讲 遇过变不苍茫 须向常识念念手的定 遇临死无贪念 须向生识 事事看得清 所以呢 这个 老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提到 小事情要自我要求 请问小事情是指哪种事 小事情 小事情就是 这个 比如说 中午的时间 那你可能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那你既要完成 把前面一个课堂上的东西收拾好 不要东西掉 又要完成 到福利社买到你要吃的食物 又要完成 在下一个课堂 这个开始之前进了教训 那 这就是你的小事 你在做这个小事的时候 你就走过某个地方 然后看到那边有社团在那边展览 同学在那边宣传 你就起了兴趣 起了好奇 那你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然后呢 看满足了 已经看到十分钟了 然后你才准备要去福利社买东西 那其实你只要买你要吃的食物 并且你知道你要吃什么食物 然后你就东看西看 东摸西摸这样子 然后呢 又又花了一些时间 当你进教室的时候呢 老师已经讲课讲了十几分钟了 前面有交代这次其中稿的考题 你都没有听到 你的事情 这是你的事情 这是你的事情 不是别人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课程 你可以在教室里面吃东西 我也不会介意 因为是我耽搁了大家 中午吃饭的时间 这些就是小事情 非常多的小事情 下课的时候 然后你就走 结果呢 你的钥匙掉在这边 我常常在这个讲桌前面的抽屉里面 看雨伞好多榜 然后呢 教科书这个好多本 这样 那铅笔盒呢 也好多套 这都是你的小事情 小事情要自我要求 小事情要缜密 这个不拘小节 并不表示你非常的心不在焉 不拘小节是人际关系的这个处理上 你比较大方 你比较热情 而不是呢 你做事情呢 丢三落四 什么是小事情 你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那吃完饭 那是自助餐 你应该自己把东西收好 这样子 然后呢 你看没有什么人在那边看 那旁边的桌子 也有人没收就走了 因为他是外面的这个客人 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他不知道这个规矩这样子 然后呢 你觉得时间很赶 算走 你也就走 这是你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自我要求 小事情就是我们生活上的所有的细节 每一个动作好好的完成 然后再去做下一个动作 你这个小事情丢三落四 假许你就这样走了 很不好意思 刚好餐厅老板就这样 那个同学 你为什么没有收 应该要收好再走啊 结果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所有人都头抬起来看 包括你的导师也突然看到 那你不是很尴尬吗 小事情没有做好 其实会为你自己带来一些麻烦的 那小事情做好了 那收拾得干净 没有任何的负面的这个障碍 来阻碍你的人生的进步 这样子呢 就是小事情 好 这个夏天同学问这个 增子寿杖的故事 就是小杖寿 大杖逃 爸爸打你 轻轻的 那没关系 如果很用力打你 这个可能会把你打死 人家跑掉 因为你老爸犯苦涂了 怎么可以打死自己的儿子 把你打死了 他痛苦 痛苦的万分 万分还不够 亦分 亦分也不够 招分 招分也不够 反正就是痛苦的本身 他自己还得做了 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让他发生 所以大杖要跑 这是一个伦理上的一个 明白的一个理解 这个故事 然后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老和尚背了一个 未婚先孕的少女 称她是孩子的父亲 这样子 然后被人家唾弃 好像不是 我看过的版本是 这个未婚少女 跑去找老和尚 然后小孩生下来 就帮他养 这样子 村里被人就传了 那是老和尚生的小孩子 他也不辩解 他也不辩解 然后后来呢 后来事情就清楚了 其实不是 那大家又觉得很抱歉 这样子 那觉得他为什么能够这样 忍辱负重又不辩解 不过我要说一点 出家人 出家人就已经出家了 你知道吗 出家什么意思呢 人间世俗的这些 荣辱爱恨都是非常熟悉的 虚伪的感情 虚伪的欲望 本来都是虚伪的 本来都是虚伪的 就不在意这样 能够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出家人 出家就是一个单纯的善念 单纯的善念 需要帮助 那我们就帮助 那别人说什么呢 与我一点关心 一个人说什么话 那个话就是他自己的念头 的个性 的习气 的命运 别人有做还是没有做 都是别人的事情 你说别人做什么 你在说别人做什么的 这个说的这个过程当中 的这个说的这个内容 它就是你的个性 你的欲望 你的习气 你的念头 这样就会形成你的命运 它就是你的格局 你的境界 你的智慧 各位同学们听懂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平常在谈什么话题 那个话题 就是你的智慧 你的格局 你的命运 这样子 所以别人在造他们的口业 是他们的虚伪 和上都出家了 不需要社会的荣誉 也不需要社会的这个标榜 有些领养小孩是想要得到 这个别人的肯定标榜 那和上 你讲 只是只是一个单纯的慈悲 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念头 当然后来这件事情 这个被这个澄清了 大家又觉得对他 抱歉 想做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 但是被误会也没关系吗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你就算是一个没有德行的人 也会被人家误会你很有德行 何况是有德行呢 也会被人家误会没有德行 人家为什么要误会你没有德行呢 因为人家舍不得你很有德行 因为人家自己很没有德行 人家希望天下人都没有德行 所以也 签个标签给你 你也没有德行 可能不是误会 根本就是栽赃两次 不要在意别人在想什么 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就是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并没有其他东西 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并不是等于被所有的人赞美 肯定拍手鼓掌 他就是一个有德行的人 那不是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那是别人在干的事情 如果你是为了这些事情 而做一个有德行的事情的话 那你是耗目虚荣 你是自私自利 你是利用这个帮助别人的行为呢 去抢夺社会的荣誉 以换取社会上其他的资源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 有德行的人只做那件事情的本身 别人会怎么想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更不用去期望别人怎么想 请注意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你不用去期望别人怎么想 你只要去决定你该做什么 那个有德行的事情 你这样做 那才是有德行的事情 你不能期望别人怎么想 你也无法去影响别人怎么想 你干脆去策动别人怎么想算了 你去鼓动 你去发动 你去安排别人怎么想 那你到底在干嘛 你本来就是虚伪 本来就是虚伪 所以你去策动鼓动安排 别人想你是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人 然后下次选你当总统这样 那就可以享受荣华互惠 那就是虚伪 这行为完全不是有德行 所以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被误会也没关系吗 做一个有德行的人的目的就是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我常常讲 做一个你做什么事情的目的就是没有 就是那个事情的本身 你才是在做那件事情 你才是在做另一件事情 所以被误会没关系 因为你不用在意别人 我好像上次跟大家讲过 批评你的人都是不如你的人 比你厉害的人根本没有时间抵律 大家记得我讲完一句话吗 被误会当然没有关系 问题是你把自己的格局放在哪里 你的格局是我做好事 而且必须被人家感谢 所以你去澄清 那你做好事也是有目的 做好事没有目的 就是那件事情的本身 这是你真正的格局 像那个老和尚心平气和 没有任何的情绪 说他坏话的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他正在同情 但是说他坏话的并没有帮他养小孩 他自己想帮我养小孩 只不过这个小孩从此就吃素就是 只不过这样而已 如何能实时做到一个有得者品情好的 因为一不小心一丝一念出了错 便会做错事 或很容易不经大脑 做了比较不好的事 很容易就会抱怨或讲脏话之类的 或比较龟毛 连思想上出差错都觉得难 上大学后就很容易迷失自己 好 这个提问题的同学 对自己要求是比较多 又比较敏感一些 那么思想上出差错 一时嘴巴讲了不太适合的话 这其实就是我觉得不是很严重 思想上出差错 你就当下警觉就好 不要去做 那一时口快讲了不该讲的话 你当下明白就好 然后你如果胆子大一点 向人家道歉 你如果胆小的话 那你就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 实时提醒自己 因为毕竟不是为恶 毕竟不是损人利己 毕竟不是伤天害你的事情 所以呢 你就是太在意自己的形象 那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听到今天讲的课 就是做一个有德行 被误会也没关系 做一个有德行的人的目的 不在于被人家肯定 它是没有任何目的的 就是那个行为的本身 你不要在意 全部放下 你就轻松 你就自在 然后呢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包括你自己也是 你讲任何话题 说别人什么东西 小学生的时候 不知道各位同学 有没有在当小学生的时候 那说过这样的话 就老师会教你 说别人就是说自己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有听过的时候就请举手 说别人就是说自己 全台湾的同学都听过 好 请告诉一下 说别人就是说自己 那是我们小学生的时候 反击别人对我们的攻击 一具有力的武器 但是 等我们成年人以后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那句话是真理 它不是堵住人家嘴巴的 说别人 你在说别人什么的时候 小学生没有那么多的恶力 都是乱说的 那到了一个成年人 你在说别人什么 你嘴巴一张开 就应该说有建设性的话 就应该说帮助别人成长的话 就应该说 这个鼓励别人的话 就应该说人家现在需要听的话 如果你不是在说这些话 你就是在浪费时间 你这个人就是不忙 就是不努力 能力也不是很强 将来也不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领导者像前面那位社长 都是非常的满意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 说人家的闲话 只要他一开口说话 说人家都是有用的 所以当你去说别人什么的时候 你有那么多时间去 说人家的闲话 说别人什么的时候 说这个话的时候 这个话就是你自己的格局 境界 品位 个性 讲更直白一点 那就是你的欲望 各位同学 不要泄露自己的欲望 很不好意思 你在说别人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件事就是你的欲望在泄露 你为什么不谈别的事 非谈这件事不可能 所以第一 永远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第二 永远要注意自己正要说什么 好 这样子就好了 你在头脑里头想想的 没有关系 不要那么自责 人都有很多的妄念 妄想 杂念 你不要说 不要做 以后每一次说话 注意自己在谈什么话题 这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修养的方法 无需对自己太自责 也不要因为一想到自己做不好的地方 便觉得惭愧 惭愧 觉得惭愧一下 可以 但是就放自己 跟他过去吧 好 下面这个 曾子的故事 曾子就是 爸爸要打他 铺地而不知人久知 把他打昏了这样 过了好久才写 然后他很高兴 跟他爸爸讲说 你打我打得很用力 但是你很有力气 你身体很健康 所以你身体没有疾病 我真的很高兴 这样 好 其实这个故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孔子家瑜里面的 这个故事 然后孔子就骂他 你要是被你爸打死了 你就害你爸爸犯了杀人罪 又让他痛不欲生 杀了你这样 好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顺 各位同学 姚顺 顺 跟孔子曾子 这个年代都已经差很久很久了 而孔子跟我们又差很久很久了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 但重点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个戏剧里面的情节 来讨论这里面的伦理上的关系 那顺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他爸爸跟他弟弟联合想要杀他 他就每次都逃掉 每次都逃掉 但他还是很爱他爸爸 还是很爱他弟弟 那这段话呢 就认为就是说顺这样做是对的 那曾子你爸爸要打你 傻傻在那边被他打 要是你真的被你爸爸打死了 那事情就大一条 所以你那样做是不对的 那这个两个故事的对比 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 而且道理是百分之百有道理 绝对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唯一没有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老师打学生 不会在爸爸打儿子 我们现在已经不流行 这个鞭打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 你们从小到大有没有被家长打过 我们调查一下好不好 从小到大也有被 还是有被爸爸妈妈打过了 请放下我是不敢看你了 对不起 好现在我们知道了吧 这个看样子还是应该继续打下去 好下面一个问题 这个我是上学期 修东方人生哲学的同学 那想问我两个问题 所以各位呢 这个问问题是蛮好的 就是他都已经修完课了 还想要继续提问题 第一个对佛教的看法 我们这个课堂 我就没有时间来说明 这个什么对佛教的看法 但是呢各位同学 如果去我的这个网站 那我有一些这个 我有一些教学的网站连结的工具 不管是YouTube 还是大陆的土豆优户 跟西班牙收音 或者是这个 我现在在用一个直播的来 一个长文都有收入 我讲很多佛学相关的课程 那你可以到那里去学习 因为这里我就会更多的时间 能够来提醒 像我在讲一个任铁金导图的课 那这边又有一个 这个中国大政佛学的系列的课 我讲六次 我才讲的第一次 所以都蛮适合同学去这个地方去听的 好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不多回答 因为它是一个大的问题 然后呢 回答第二个问题 老师可以建议一下 该怎么练习 会比较有客观 全面 并且批判性的思考 好 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理想 有批判性的思考 想事情又能够客观 又能够全面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这不是一招一触可击的 这不是一招能够成就的 好 全面客观的思考 跟批判性的思考 这其实有一点点 有类似 但有点不相同 全面客观的思考 那是你做事情很有经验 看一件事情 方方面面都能够察觉到 你才能够全面 而且客观 不受人家的蛊惑 不受人家的欺瞒 那这个时候就有批判性的意思 就人家讲的比较偏激的意见 你脑中有批判性的思考 然后呢 能够这个不受人家的影响 依然有你自己的观点 那我要强调 这都是你做事情培养起来的 你要深历其境的做事情 这不一定不只是读书可以读来的 读书可以读来 那么这个读到的 但是它是死的知识 它没有记住你脑袋的活动 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机会 参与那么多事情 办那么多活动 建议你以后再看这个戏剧节目的时候 去选择那个古装历史连续剧看的 因为都是很厉害 充足很严重的场合 那大概从那个戏剧的铺陈 角色的性格 发生了一件事情 接下来它会怎么处理 并且会产生什么效果 别人会怎么反应 你就可以跟着它做思考 那看戏剧的发展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就是你在练习 处理人生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东西要在 你常常做事 你要勤劳做事 你不是都不做事 都不肯负责任 事情来来都逃避 你可以训练 全面且批判性的思考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全面且批判性的思考 就是领导者的能力 领导者就是在实务的场合 把事情做好 带领大家做事 你一定需要全面 必须有批判性的思考 就不会随便受人蛊惑 那这个事情 我的建议 很强烈的建议 就是你要多做事 培养经验能力 这个东西自然会跟着起来 它不是光光看书 就能够培养的 不是整天跟同学辩论 辩论常常是耍嘴皮子 甚至是狡辩 甚至是诡辩 那个是没有办法去做事情的 会说发 会诡辩的人 办活动是办不成的 全面且批判性的思考 是能够把活动办成 把事情办好 那才是一个全面 所以我要强调 多做事 多参与社长活动 跑到你身上的事情 小事情认真做 大事情才能够完整的做 那都做完了以后 有一种学习这种形态的能力 成长的印证的机会 就是看那种 历史政治的那种戏剧 那就能够学习这样子 然后我们下课学习 好 我们接着上再跟大家课 我们现在进入到了 比如说使用这个版本 它的分段的第二段 气势 气势胸襟 气势 气势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格局 格局可以说是一个人的视野 你看事情的眼见 眼光 那么格局大 视野 高 广 在面对眼前的事情 你的情绪的反应就不一样 越没有反应 越平淡 就是格局越大 视野越大的人 眼前走路被人家撞到一下 有人误会你说了你两句闲话 这样子 参加会议就 发现每个人上面都有名字 都独独漏了你的名字 你的地位在其他有名字的人之上 还不是在之下 你碰到这些小事情 你觉得它很严重 非破口大骂去处理不可 你的格局就很低 你觉得它很不严重 在意没有关系 它不是真正的什么事情 你就不把情绪力气消耗在这种事情上 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里不是你的舞台 也不是你的战场 所以不必在这里 这个消耗力气 那就你的格局比较高 好 气势第二 那条文很多 那我想我们每一条都 好好地来给它看一下 好 这66条 我果为红炉大也 何从丸金顿铁之不易削弱 如果你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 荣 荣炉的话 你不管放什么样的金属进去都会给它融化掉 那重点不是要谈你这个熔炉工厂火候够不够 重点是要谈你这个人的胸襟气势广不广大 我果为长江巨海 何患污泽横流之不能容纳 这样 脏的水流进去一下就稀释了 当然我们现在要强调保护环境 不要把工业废水 让它流到这个河里面这样子 虽然它会稀释掉 但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好 那是举地了 那一些脏东西流进去 它都能够容纳 不过古代也没有那么多工业污染的水 顶多是这个泥土 脏水 那泥土的脏水 在大自然里面一点都不脏 它是一个有机的东西 所以流到这个长江巨海里面呢 是没事的 好 也都不是要讲这个河海多大 工厂的熔炉多大 讲的是我这一个人要做的事情 伟大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 以及我日常生活上碰到的小事 我有没有必要在小事情上发表 生气 用力 不需要 在小事情上用力就是索性 在大事情上用力叫做缜密 好好做你该做的大事情 那个大事情做好 人家稍微得罪了人一下 人家不是有眼无珠 不是泰山 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你都能够接受 都能够容忍 对各位论员少发脾气 少因为别人得罪你而发脾气 一个很容易被人家得罪的人 其实他气量的狭想 一个气量大的人不太容易被人家得罪 不要标榜自己被人家得罪 然后非常的生气 显现自己的地位很高 证经地位很高 社会地位很高 学问很好 其实那是很可笑的事情 学问越好 度量越大 能力越大 度量越大 越容易容忍别人无心之故 小小的过失 走到一个地方 挑剔别人的小毛病 然后呢 要别人注意自己 这个人就是幼稚园还没有读完 很容易发脾气 对的 千万不要很容易发脾气 尤其作为一个成年人 不要任意指责 在生活上跟你擦肩而过的 会帮你端盘子的 或帮你安排座位的 或帮你倒茶水的 或帮你准备换灯片的 等等这些身边的人 不要随便对身边的这些人发脾气 你容纳不下他 你自己有问题 你人生的舞台又不是在跟他竞争 你干嘛跟他计较 你人生的舞台 在更高的地方 但是你没本事 所以你找他麻烦 跟他竞争 那意思就是说 你的人生舞台就在这个地方 难道你要去练习说 这个排名牌要排得很好 这个排队前后要排得很好 然后呢 这个送餐点要送正确 然后你要在 难道你要在这个事情上比赛吗 成就你自己吗 这些事情人家无心的过 都不要在意 在你身边的人 为你做事情的人 跟你一起做事情的人 那么他哪怕有哪一些 个性上的缺点 甚至过去犯的错误 只要你方向正确 引导正确 你自己不偏吃 你就能够帮他导入正途 而不是你就不接受这个 不接受那个 有一点点小小的错误呢 就不给他改过的机会 你把力气都放在指责别人的能力不足上 或指责别人所犯的小错误的事情上 有个大事情出来 一个做长官的人整天在骂部署 这个长官又没有为国家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他的部署的格局的能力 能够做的事情 他可以做得很好 那他还算是个长官吗 不是啊 做领导的人不要跟自己的部署 小事情上太过于计较 他们有能力 你找他来顺理自己的部队 他本来就在这个地方 你来这里做主管 那你就好好调教他 好好训练他 培训他 怎么样都不行 你自己想办法 不畏 这一切都是你的格局 你的能力的事情 在这里起冲突 在这里发飙 在这里骂人 在这里指责别人 怪罪别人 难道你是要为你自己的无能脱罪吗 你做一个大事的人 事情就要完成 任何小的细节 不伤大雅的 就没有关系 不要在那里计较 小的地方 不要在那里计较 不要在那里 这个 驰骋你的情绪 好 这是胸襟气势 六七条 玩得心上之本来方可言了心 尽得世间之常道才看论出世 这两句话其实 其实蛮深的 不太适合在座 诸位20岁的年轻人来理解 我们要讲了心 好 了心 我以各位同学的生活来举例好了 参加社团活动 这件事情没办好 算了不要在意了心 错 不是 是 一个活动 你把它办好 办好就了心了 然后呢 有人批评这个活动办得不够好 有人呢 因为要选下一任的社长刻意批评这个活动 办得不够好 说他还可以办得更好更好 你就当没听到 因为你活动已经办完了 你了心 你不用再去计较 不再去计较 要澄清 声明 辩驳 这叫做了心 但你能够这样了心 是因为你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如果你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 就人家批评这个活动没有办好 你应该怎么样你知道吗 要向大家道歉 要想办法补位 把事情做到好为止 如果你已经把事情做好了 那你就可以了心 别人为了任何的目的 种种的动机 胡乱说话 你不受影响 明白吗 这时候才叫了心 尽得世间之常道 才堪论出事 出事就是 好了 这个 譬如说你已经大三了 你大二的时候 做过这个社团的干部 到了大三 你当然还是非常关心这个社团 但这个社务的这个运作呢 有好有坏 可是呢 你已经大三了 你应该关心自己考研究所考试的准备 或出国留学的这个语文的准备的这些事情 社务上的事情呢 你就不太关心了 就出事 这就是这种出事的心态 出事呢就是社会体制 投入 它的完成 是你的成果的平衡 你的成就 决定于你在体制内的任务完成 那就是入事 那你现在是出事了 就是你真正关心的事情 是你自己考研究所的事情 是你自己出国留学准备的事情 我们的社团的社务办的好或不好 固然过去有你种种的情感 热忱的投入 也是你成长的一个轨迹 但你现在已经可以与那种关心了 这要出事 好 尽得世间之常道 才堪论出事 如果你当时做干部的时候 有些事情没有做好 然后呢 没有这个完整 弄了 留了很多的这个尾巴 没有收拾好 那你这时候说我都不管 那这样子不可以 你应该要把你原来该做的事情 完成了以后 然后呢 时间改变啦 角色改变啦 这个担任社团干部的人也改变啦 那这个时候 你就完全可以抽 不过从学生的角度不太容易 我们要从社会上的角度 来理解这一话 社会上的角色扮演 家庭的角色扮演 在职场上的这个角色扮演 到了你这个65岁退休了以后 国家大事做的好或不好 你可以不用太在意啦 你就真正的出事啦 但是如果你职场上的时候 国家大事搞乱了 就是你搞乱了 你也不要讲 你有出事之心 你就是应该抱着忏悔的心 不断的道歉 不断的道歉 尽量想办法继续补位 能够把没有做好的事情 弥补起来 如果你还没有到65岁 但是该做的事情 你都已经做好了 该负的责任 你都已经负了 但是因为别人的原因 没有做好 使得事情没有那么完美 这个时候 你可以不用那么投入 你可以有一个出事的心 你该理做的部分 你做好了 你讲出事的心 人家不会责备你 而且这可能是一个 比较恰当的处理方式 你该做的部分做好 别人没有 该做的部分 没有做好 在那个当下 你不见得适合去查 去做什么事情 因为有一个角色 执掌的关系 有一个权责分明的问题 有一个不在其位 对不谋偶其政府 的一个原则 到底在这里 所以不是你的事情 你可以不去破坏 你有一个出事的心 那是因为你的事情 你自己做得很好 所以都是把自己本分尽了 然后呢 静观局势的发展变化 责任不在你 其实你想要投入 你也不见得能够改变什么 这个时候你可以有出事的心 如果根本就是你的任期内 你该做的事情 你都没有做好 你说我有出事的心 那是错的 错在哪里呢 你该做的事情 任期中 你是主管 对于你所有的事情 你都不可以有出事的心 就我们上一节 问问题的那位社长 的社务 你不可以有出事的心 你必须入事 这样子 但是呢 你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个干部 角色扮演好了 该做的事情 办完了 对这个社的整体的发展呢 有些事情是决定于社 决定于其他的 这个单位的 这个负责的同学 你可以不必去多管 这叫做出事的心 好 下面就是八 面上扫开千层甲 眉目才无可争 胸中敌去树斗成 语言方觉有味 有没有同学走过来跟你聊天 他总是在聊别人的闲话 有没有同学跑过来跟你聊天 他总是在骂戏上的老师 这样子 也许是该骂了 有没有同学跑过来找你聊天 讲话 他就来跟你闲这个闲那个 闲这个闲那个 你就觉得无趣 跟他在一起久了以后呢 觉得很消耗体力 你知道吗 太多负面的东西 那有没有同学走过来 就很想去跟他讲话 你做了什么事情 很想告诉他 让他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学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 他会跟你讲 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你一听就觉得非常有兴趣 你也很想做 或者是呢 你不能做 因为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听得津津有味 因为他给你最新的资讯 最新的知识 或者是一个最好的观念 你听了就觉得舒服 那是因为胸中敌去树斗成了 那前面那一位同学 他心中有见不得人好 的这种嫉妒性 他心中呢 有好胜好强好表现 这种好胜性 所以当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都在指责别人 都在数落别人 都在批评周遭的事情 然后呢 就会让你觉得负担很重 其实你不是很想听他讲话 面上扫开千层甲 眉梦才无可争啊 这个千层甲就是什么呢 千层甲就是你的欲望 你的贪念 甚至呢 造成你想要对付别人 伤害别人 如果你有对付别人的念头 伤害别人的念头 找别人麻烦的念头 你脸上的表情呢 一定是充满了杀气 别人看到你呢 那个表情呢 就觉得有点恐怖这样子 觉得你面目可憎 因为你都想要害人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回去找一个镜子 去想一些害人的念头 想得非常的认真 你会发现你脸上的线条表情 开始改变 慢慢的改变 细细的改变 慢慢的改变 细细的改变 后来就发现你可以当演员 所以你真的有害人的念头 你脸上的线条 一定是那一种表情的 所以40岁以后的长相自己负责 最近听到的是30岁 现在比较早熟 30岁以后你的面貌自己负责 因为你用了30年的时间 整天在恨人 以后人家看到你就很恐怖 面目可憎 立百福之机 只在一念慈祥开万善之门 无如寸心之把握 想不想立百福之机呢 大家现在还年轻了 你们都很有福气 这个福气是你们的父母亲给的 父母亲就是立了百福之机 在生了你们这么优秀的子女 这样子 过程当中只在一念之慈祥 生了小孩 很成才 这样子 然后在职场上的工作呢 同事呢 相处得很和气 然后呢 住家的环境呢 大家都非常爱护整齐 所以呢 这就是你的福气 又种种的福气 这种种的福气 都是你在日常生活 日积月累 点点滴滴 每一次跟别人的互动当中 多一点善念 多给人家一点 多做一点 乐于助人 于是乎你得到了种种的回响 慢慢的 因为你愿意扫地 慢慢的 但是别人也愿意扫地 因为呢 这个既然有一个人愿意扫地 那这个他在扫地 他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力气 他也不会抱怨说 怎么只有他们家在扫地 别人都不一起扫地 是大家共同的愿意 因为有一个人愿意主动开出扫地 就会有第二个人也愿意加入扫地 以后就很容易扫地 随时有脏的东西树叶掉下来 就会有邻居去把它扫地 你这个院子就会变得很干净 百福之机 一念慈祥 自己愿意付出 愿意善待别人 你就建立你的生活环境 你的工作职场 你的工作职场 或你某一个课业的小组讨论的小组的氛围 这样子 以及你自己组成的家庭 一切就会越来越好 开万善之门 立百福之机是小事情 一念慈祥 开万善之门 是大开大合 敲锣打鼓的去捐款做慈善事业 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万善门的帮主 因为你要做各种的好事 这样对不对呢 当然是对的 我们怎么可以责怪要做好事的 只不过做好事的人 在做好事的时候 他的态度寸心之把握 是不是为了好事的本身 还是为了炫耀自己 或者甚至有没有在借由做好事情的时候呢 自己个性当中的缺点 任意暴露 什么所谓下面的人 然后呢 这个对于被服务的对象 心事 以此以弃 你根本并不是 慈心爱护关心被你服务的人 你只是来抢好人好事代表 选拔比赛 第一名 你只是来抢这个东西 为了私利而来 你那个念头就不对 做好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目的 帮助别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目的 举手之劳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目的 给人方便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目的 这样做这件事情才是准确的 没有额外的目的 就是一念慈心去做它 但日积月累 点点滴滴 长长久久会为你自己累积出百福之机 各种事情都为我服务 因为所有跟你互动的人呢 在跟你互动的时候 给你的都是善业 因为你给别人的都是善业 如果不是的话 寸心把握不对 你敲锣打鼓 做了再大的好事 也只是欲望的泄露而已 塞得物欲之路 才堪辟 以道义之文 值得 诚实物之间 方可挑圣贤之单子 圣贤之单 单子很重 在他担单子的时候 都没有人来帮他担 是非常的重 终于把单子担完了 放下 大家发现 竟然他把他担完了 这个人是圣贤 所以你在做圣贤的事情的时候 都不会有人来感谢 所以前面同学问说 这个有德行的人 难道不用在乎别人的误会吗 在做有德行的事情的时候 别人不见得会认为 你正在做有德行的事情 敲锣打鼓 开万善之门 做有德行的事情的人 其实可能没有德行 因为他寸心把握不对 所以你那个寸心要把握的对 就是要持下诚实之间 不是为了世俗的肯定 赞美 感谢 讲庄 荣誉 而去做这个对的事情 去挑那个圣贤的单子 所以要放下世俗的荣誉之心 好胜之心 做那一个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感谢的事情 这种行为才是圣贤在做的 哪天你做完了 所有人都看到 竟然你自己一个人真的帮大家把事情做 感谢 感动 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也不用在意 也不要停留在那里被人家感谢 停留在那里被人家感谢 人家感谢一会儿之后我会累 这样 所以你就要飘然而去 继续去做另外一件对你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然后你去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 你只获得一个东西 可是那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能力的成长 伴随的是什么 福报的增加 但福报都是隐形的 你看不到 你以后做事越来越顺利 重点是你能力成长 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 更大的事情 一个人要承担道义 但你自己充满了私欲 充满了欲望 你做的所有的道义的事情 其实都是借由表面上有道义的行为 去做利益交换 要挟别人 然后要满足你的欲望 是物欲 这个就不叫道义 利用社会的资源 给别人一些方便 然后要挟别人 要感谢你 要回报你 你做的这些给人方便的事情 利用社会资源的事情 抱持着要别人回报你的这些念头 那这都是物欲 你并不是真的在做道义的事情 政治上 有些事情是不能拿来交易的 为人处事上 道义也不是交易的内涵 道义不是来交换什么 道义就是你的格局 我就是要这样做 我欲人私人至义 荣得性情上偏思一大学问 消得家庭内嫌隙一大经 各位同学现在已经长大了 懂事了 看得明白 你的爸爸妈妈 这个舅舅 婶婶 叔叔伯伯 阿姨什么的 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表哥表姐等等 你们的家族内有种种的故事 有哪一个家族呢 全部合和的不容易 能够家庭内嫌隙都没有了 这是一大经文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个能力 因为你把家人当作自己 完全不计较 才能够消灭这些嫌隙 昨天我才在讲这个周敦仪 周敦仪就讲 能够把家治好 就能够治国天下 因为呢 最切身每天会看到 而且是私人的利害关系 你都能够放下 真的把家人当作自己 不计较利害 你这个胸襟 你这个气度 让你去治理国家 那可以放心 因为国家毕竟是公事 天下人呢 毕竟是别家的人 对自己的家人的利害冲突 那个才是最强烈 这个观能够过 对别人的这个小缺点 你更能够宽容 由你这种来治理国家 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你没有私心 所以家庭没有嫌隙 治理国家的时候 是大的人才 一大金额 荣德性情上偏思 一大学问 这我昨天在看这个 王亚明的传习录 传习录呢 这个看学生问他问题 那看学生问的问题 就知道这个学生的程度 所以王亚明针对学生的问题回答 最后会讲几句 我这个学生问的这些问题 你都是自己个人的这些私心没有画出 其实都是自私的念头没有画出 那另外一个学生呢 这个欧阳从医呢 境界比较高 我这个学生呢 这个学得很好 在一些细微的地方用词不够准确 我做一下调整就好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学生呢 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 好在他已经死掉很久 叫路远近 路程 问的问就是比较粗糙的样子 我就笨笨的问题 那我的意思是说 王亚明作为一个老师 对学生问的任何一个问题 立刻就能够查读到 这是这个学生的内在的一个私欲 那私心跑出来 在他学习儒家修养功夫的时候呢 这个跑出来那些私欲罪 这些功夫才没有办法修养到位 维学 蔡庚潭也是明代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儒生做官的人写 维学从孔子开始 就是学做人 然后要去做事 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要有学问 要有学问 然后呢 与人相处 然后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明白吗 读书 为人处事 做人做事 扮演国家大臣的角色 维学就是这样 维学不是只是读书考试测验通过啦 满级分 那不叫维学 至少不是儒家意义的维学 所以维学 读书为人处事 这个大学问就是处理这个 让你从普通人变成贤人 从贤人变成圣人 这个过程就是那个孟子讲的公私毅力之变 因为这个私心 各种粗糙细微 不同等级的私心 不断划除的一个过程 想要抢别人的东西 真正的做学问 因为才能够真正的做大事 书也能够读得很好 与人相处 应对 进退也能够处得很好 国家的大事大活动公共政策 能够完整落实 很多人才团结在你的身边 每个人都获得他们的需要的成就感的满足 或薪水报酬的满足 等等团结起来 把大事情完成 这是大号的人产 所以像早上前面那位社长 有那么多副社长 让他发挥自己的能力 把社务做好 而这些副社长 这些干部都对社长没有抱怨 这就是一个能力的锻炼 这个过程当中 气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私心 就给他放下 所以我说 功课一定要顾好 社务一定要顾好 自己想要花时间去吃很好吃的冰淇淋 这个时间你就把它舍弃掉 你一定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把它冲出来 用在社务上 当然你用在科业上的时间 绝对不能够抽掉 他一定还有一些个人生活上 把他时间抽出来 就能够把社务做得更好 好 得益处 论地谈天 水底捞月 服役时吞兵 涅血 火内灾点 这个你考试考完了 你考得很好 你情绪很强烈 那跟同学一直讲 我那个东西是怎么读的 然后怎么样 就果然那一题出来了 我在写那一题的时候 我怎么样怎么样 水底捞月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 你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你处于顺境当中 你在得意的时候 你不必讲太多话 为什么呢 通包蛋炫耀自己 而且会得罪旁边的人 如果那科考试没有考得很好的同学 看你在讲自己考试考得多好 这件事情 读书的过程是怎么样 他心里会不高兴 你笑得很大声 他笑得很小声 你笑得很开怀 他笑得很虚伪 他笑得很尴尬 他根本就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他以后都不跟你在一起了 根本不认识这个朋友 各位同学 得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周围身边的人 他处于什么状态 不要就一直宣泄自己得意的情绪 这个时候是你得罪别人最佳时刻 很容易得罪别人的 所以在得意的时候呢 嘴角要收敛一点 不要笑得开开 因为这个时候容易得罪别人 人生就是这么奥妙 就是这么吊诡 你在这时候谈天说地 讲你多厉害多厉害 反正你只在讲过去的事情 水底捞月 而且还会得罪你身边的人 当你失忆的时候 服役的时候 做事情不顺的时候呢 你没有因此逃避 吞兵灭血 这个忍耐 然后呢 去排除万难 这样子呢 才是这个让你后面能够事情成功的关键 就是火内灾点 莲花是长在水里面 那火怎么能够长莲花呢 所以很难的任务 你当然把那个火灭掉啊 然后呢把水弄进来啊 然后呢才可能栽种莲花 不要灭火 要这个把水过放进来 这整个过程 就是你在忍耐 克制自己愤怒的情绪 或者 这个停止自己自卑的情绪 或者停止自己 指责别人 抱怨别人的情绪 你就把那个东西压下去 然后重新开始 该做什么准备 就去做什么准备 灭火 然后呢 灌水 莲花才能够长得好 好 这个 一念过差 足失平生之善 终身简世 难盖一世之间 你平常都不会动用公家的东西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守约守得很好 但某一件事情 你突然来了欲望 然后你要去处理 结果呢 没有处理好 然后你又非常的愤怒 重点是愤怒 等人家得罪你 然后呢 你又指责别人 那这样子 你过去所有的简朴 累积的形象 福报 一次就消耗光了 所以呢 这个不对的事情 就不要做 做错了 那就要承认 不要在那里暴怒 而不承认 这样子会把你过去 累积的 节约 简朴 的形象 全部消耗光 一念过差 足失 生平之善 这个过差是什么 这个过差 不只是自私 肯定呢 还怎么样 伤害了别人 每一个人 自私 正常 自私 不损害别人 其实这也不叫做自私 这就是 为自己做事 我读书成长 这不是自私 我没有损害别人 我努力工作 赚取我应该获得的酬劳 这也不是自私 这没有伤害别人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获得我该获得的薪水 荣誉 地位 权力 人际关系 等等 这些都不叫做自私 一念你之差 是恶的 关键就是 要是伤害别人 对 伤害别人的事情 千万不要做 然后你就省下很多时间 做爱护自己的事情 因为爱护自己 又同时爱护别人 叫做利人利己是善 损人利己是恶 利人损己是圣人的圣 然后不损人而利己是真 其实我们就做不损人而利己 这种人做好 好好做这种人 把自己照顾好了 行有余力 自信心愿强 自然而然会去利人利己 行善 但就是要真 就是不要损人 一念之差 足是生平之善 当然还有一种人 做事情呢 损人损己 我们不列入讨论的对象 就是傻蛋这样子 损人损己的事 干嘛要做呢 但这世界上就有这种疯子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损人利己就是违禁 利人利己就是违禁 不损人而利己 非常好 没有任何的不好 完全你应该做这些事情 那你没有能力之前呢 你就要利己 但你不要损人 就是不要损人 你实力充足了 你自然可以利人利己 一念过差 就是损人利己 就是伤害别人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 无论如何 不要伤害别人 一辈子都自我约束 一件事情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就算了 承认错误 千万不要暴怒 跟别人起冲突 等于呢 拿着这个扩音器 去向全世界的宣传 宣传你自己自私自利 操存时要有征载 无征载欲试便倒 何以指顶天立地之砥柱 应酬要有缘机 无缘机处物有碍 何以成旋转乾坤之经轮 蔡根坦 讲给读书人听的 在古代读书人比例不是很高 在今天呢 读书人大家都是读书人 那书读的好的人比例也会比很高 不过在座诸位 就是属于那个书读的好的人 就是才跟大家讲话的对象 就你们这些人智商那么高 就应该顶天立地扭转乾坤 这样明白到 在座诸位就应该顶天立地旋转乾坤 不过虽然如此我也要再强调一点 你不损人力气做自己 将来做艺术家做音乐家 玩自己喜欢玩的东西 玩到了记忆高超 这一样是你可以追求的人来说 而且非常好 这个世界已经21世纪了 不需要那么多人杀身成人舍身取义 顶天立地旋转乾坤 反正世界都快要塌下来 今天也不是这样的时代 所以各位完全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 兴趣 只要你不要浪费生命 然后欲望千然 然后不思上进 你玩音乐 别的事情都不做 但音乐玩得很烂 你玩艺术 别的事情都不做 但你艺术玩得很烂 那你这个人就自暴自弃 那就不可取了 我们不一定要在体制内会天下人 他跟他讲的话的对象 都是体制内为天下人 我们不一定要做这种的 但你就做你自己 但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而且你一定是个快乐的人 你如果不为天下人服务 我只为自己 结果你并不是个快乐的人 但你这个人蛮虚伪的 你为天下人服务 你这个人也会是个快乐的人 但是你有忧患意义 但是你本质是要快乐的 因为你找到生命的目标 你不为天下人服务 没有关系 没有人会责备你 而且我要肯定 你完全可以这样子 这个 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 黄黄汤七十二烈士的死亡 就是为了未来的人 能够过好日子 所以呢 不必每一个人为国家牺牲服务 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 但你一定要做得很好 并且因此做得很快乐 这样明白吗 好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种人 不是这种装子形态 我们现在讲的是要为社会服务 在体制内扮演角色来安身立命的人 这种人呢 操存要有贞载 无贞载欲试变导 各位观看 什么是这个贞载 这个贞载就是 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是利他的 还是损人利己 这就是你的贞载 就你真正的真心 目标 目的 你的价值立场 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有这个价值立场 我不是来这里骗人的 我不是来这里炫耀的 我不是来这里 说别人的坏话 讽刺别人的 现在我是来这里付出的做事 否则欲试变导 什么叫欲试变导呢 人家来贿赂你 你一定被贿赂 人家来威胁你 你一定被威胁 脚就乱掉 这样子 这个欺善怕恶 所以呢 恶人来找你 你脚就乱掉 你承担不起 做主管 就要有肩膀 要能够承担压力 或承担恶势力 那你不是来为大家服务的 你才为自己求利益的 结果恶势力来 那你就屈服了 压力来 那你就不想扛了 叫做欲试变导 那你就没有办法 顶天立地 作为顶天立地的抵住 动量 应酬要有缘机 操存跟应酬不一样 操存是 你正在做你 该做的那件事 你要把它做好 应酬是什么呢 日常生活 碰到 这个跟你有关系的人 在非正式的场合 并不是你正在做事的时候 的应对进退 的应酬 或 因着你要做的那一件 该做的事情 不得不接触到的所有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干部 这些人呢 可能是这个业务的对象 这些人呢 可能是知识的掌握者 这些人可能是你事情做完以后 打分数的评审团 总之 这些人跟你这件事情 有若干的直接间接的关系 但是呢 操存的时候呢 互动的时候都是直接的关系 那应酬的时候 有些是间接的关系 甚至不重要的关系等等 但是你必须跟人家互动 要有缘机 无缘机 触悟有爱 缘机是什么东西呢 缘机就是 宽宜待人 不要要求别人 事事都做到很高的标准 宽宜待人 并且呢 要怎么样 乐于与人互动 不要别人能力不强 不想理他 别人地位比你低 不理他 别人这个 有品德上有瑕疵 这个或者呢 要来找你麻烦 然后呢 你要么不理他 要么呢 就跟他自己冲突 这些都不是缘机 缘机就是乐于跟每一个人接触 并且宽宜待人 不制造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矛盾 因为人事的矛盾 都会影响你要办的大的事业 造成阻碍 要么重伤你 要么扯后腿 要么事后呢 给你毁报 要么呢 在这件事情上呢 不跟你配合 甚至搞破坏 所以你仇人越多 福报越小 事情越办不成 所以人现在才年轻 无法体会 你将来进入一个职场 在那个职场 待了两年三年 五年十年 有些人在职场上 到哪个单位 人家都欢迎 做什么事情都顺利 有些人在职场上呢 到哪个单位 人家都不欢迎 就没有什么单位可以去 让他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很难 很难做成 那就是要么他偷懒 要么他找别人 麻烦 他觉得计划 一应对进对不好 他该理人 没理人 不该骂人 他骂人 所有人都不喜欢他 所以他做的事情 都很难做 千万不要变成一个 你要办的事情 很难办成 千万不要变成一个 你到什么地方去 人家一听到你来 就想要躲开 不想要跟你讲话 所以前面不是讲 那个摆福啊 各种各样的福报 就是一念慈心而已 小事情都要善待别人 原机应酬 跟你这件事情 不相干的人 你还是对他 非常有礼貌 你对他有礼貌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目的 那么过去在这件事情上 提出反对意见的人 你在跟他碰面的时候 你要对他非常有礼貌 对他非常尊敬 有机会就跟他说明 不要加深他对这件事情的 负面的观感 要减少他的负面的观感 甚至呢 转负面为正面 也就是你要做人际关系的功课 所有该应对进退 碰到的人 你都要好好的处理 所以前面那位社长 这些副社长 你就要好好的处理 干部要好好的处理 这个心思要好好的用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你们就不要讲给别人听 我再看了一下 做社长一个学习或一年成长的幅度 大于社团干部成长的幅度 真的 尤其是大学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社团 或者学生会的会长 或系学会的会长 现在我觉得学生好像不太会办社团活动 所以我蛮认识多呼吁 多办活动 不要花钱请那个什么广告公司 传播公司来办活动 自己办活动 就因为自己常常办活动 你毕业以后 你可以开个广告公司 传播公司 来跟别人办活动 好 作为一个社长 你要关心的面向很多 这一年社长做完 可能比你在课堂上某一个课程的学习 对你这一生人生的成长帮助要更大的多 因为你进入职场了以后 我要告诉你 你有太多利害关系 很多你学不到的 你在担任社团干部的时候 其实你们同学之间没什么利害关系 你跟他要钱的单位 那个学校的这个学务处 跟你也没什么利害关系 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公文写得好 你该拿到钱就可以拿得到 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应酬 对因为社团干部角色扮演的关系 而接触到的任何人 你知道用心想一想 我应该怎么应对 这是难得的好的学习的机会 因为你犯错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道歉就好 因为没有利害关系 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责任 当你到了职场上以后 你犯错 你有法律上的责任 你把事情做好了 你跟你的同事有利害上的关系 所以你跟你的长官有利害上的关系 所以你不容易一次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对每一个人该怎么应对 都要学习 找到最恰当的方式去应对 这就是学习 所以大学的时候要学习 等你出入了职场以后 跟任何人的应对都要有缘机 缘机就是 我讲得更白就是 不要跟任何人撕破理 跟任何人都保持一个 日后可以合作的关系 自从比较功利的角度 那如果不从功利的角度 就要宽心待人 要乐于与人互动 不要凑着一张领 有一些社团是情绪很强烈的社团 就来了新的干部 他就冷冰冰的这样 然后他因为冷冰冰 他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 甚至是他该做的事情 他都做好 一样不受社团的欢迎 因为他没有同入大家的热情的气氛 这样子 所以你不用天天跟群众在一起 但是当你跟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表现出效力 可以跟人家互动 跟别人的气场一致的状态 这是你的智慧 但是呢 有很多时候群众在一起 闹久了浪费时间 你就要聪明 不要献腻在这里 一直闹一直闹一直闹 浪费你自己读书的时间 你就不懂得分配的时间 所以不要常常进入群众 但你一旦在群众当中 你要保持能够跟大家一直闹 这都是原机 否则人家对你观感不好 印象不好 以后你要做事懒得帮你 懒得配合 如果人家还讨厌你的话呢 就跟你扯后吐 何以成旋转乾坤之经纶 你大事就办得成了 再跟他讲话的对象是 以后要做大的事情 我们下个学习 好我们继续上 再跟谈 75条 苍蝇负记 就停在马尾巴掃 就 结者结乙 因为记就是跑得很快的嘛 不过话又说坏了 其实苍蝇飞的可能不比马 跑得慢 好重点就是 这个做个比喻了 但难辞后处之修啊 因为你永远站在人家的后遇 鸟螺依松 高则高矣 有一种攀藤类的植物 松树长得很高 就是攀上去了 未免养攀之齿 好 这个当然做比喻啦 不过如果你是那个鸟螺 因为你这个物种 本身就是这样子 那你也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这个 这些案例 或这些自然的现象 其实都是要讲回 我们人际关系 现实生活的世界 在这里来谈 那也就是说 攀附别人 君子以风霜自暇 无以鱼鸟亲人 被人类赐养的鱼 或赐养的鸟 很轻松就能够过日子 但是失去了自主性 所以人要任何东西 都要靠自己的实力去获得 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种种的辛苦 但是你充满了朝气 你眼神发亮 你这个人有精神 而且你有自信 那你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你能力会越来越成长 如果你不想靠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你要的东西 而是靠依附在谁谁谁的权势下 你当个配角 或者虎家虎威 那你总是处在别人的后面 并且你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实力 得到东西 那这样的人生是不好的 这样的说法的意思 并不是我们不去做任何人的干部 也不是说我们不去当某一个公司的经理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做这个干部 是靠你的实力被拔着上来 不是靠你走后门攀关系 那人家给你一个利益 给你 那你这个干部 你这个经理 没有实力 后面的事情也做不好 别人也不尊重 但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呢 你有欲望 你有贪恋 你有好胜心 却不肯脚踏实地 当你不脚踏实地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而那个东西 以真正的实力 向你要求你做出回应 而你没有实力 做不出回应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会疯掉 任何植物都要有相等的实力 才能够把那个角色扮演好 结果你没有那个足够的实力 你用不正当的方式 得到的那个位置 得到了以后 那个位置上该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是乱做的 你都是骗的方式 你一直混一直混一直混 总有一天 你会露出狐狸尾巴 非常难堪 你整个时代的进步 被你拖累 你整个单位的业务 被你拖累 你整个政策的发展 被你拖累 所以你不止害了自己 你也害了整个单位 害了所有你们公司 应该服务的客户 害了所有你的单位 应该服务的人民百姓 害了你自己国家的建设发展 所以不要利用 旁门走道的关系 攀附于人 弄到一个位置 这样子结果呢 就让自己难堪 无以鱼鸟轻人 好 下面这一段 我给他框的红字 因为我以前在讲 我才跟他们的时候 就常常讲 这一句 是君子寄人利物 宜居其使 不宜居其名 居其名 则得损 你有能力哦 你把活动办好了哦 那这就是你实实在在的地方 你屹立不摇 虽然你把活动办好 你不必去宣传 你把活动办得很好 当你这样宣传的时候呢 别人会起嫉妒心 然后呢 会想办回来毁谤 所以 你只是把活动办好 却没有把活动办好的美 就不会有人说你活动办得不好 这样明白吗 活动办好了 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目的 就是你该做的事 做完就结束 不要去宣传炫耀 居其名 尽量不要居其名 别人好事者说你活动办得很好 那是别人在好事 要辩论找他辩论 你自己不要去宣传 这样就没事了 就是因为你自己宣传 你自己炫耀 有见不得人好的人 找更高的标准 苛刻地批判你这个活动办得不好 找一些不实的案例 毁谤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好 你要不要花力气去澄清呢 都是因为你自己嘴巴大 话多才惹来别人的批评 所以这个做有德行的事 如果被人误解也没有关系吗 做有德行的事 不要去宣传 别人就不会来找你麻烦 因为自己宣传 所以别人会找你麻烦 所以根本就不要宣传 所以别人根本就不知道 你在做有德行的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要做那件事情的本身 居其时不宜居其 好 是君子寄人礼物 你办活动 把活动办好 勇国幽民当有其心 不当有其心 有其语则回来 勇国幽民 我们的皇帝好像不太行 我们的长官好像不太行 这个政策可能是错 所以呢 你应该怎么样 尽力想办法弥补 这样子 就是去做 而不是 这个 你没有去做 然后呢 你在外面放话 讲 这件事情做得不好 不当有其语 有其语则回来 人家就会毁谤你 为什么会毁谤你呢 你为什么忧国忧民呢 国家快垮了 国家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国家有些事情呢 可能会导致重大的灾难 所以你才忧国忧民 那你就去做 你该做的事情 跟神有关系 去跟那个人讲就好 不要在外面大肆的宣扬 当你大肆宣扬的时候呢 跟这些事情有关系的 当事人就认为你在骂他 毁谤他 他们就一起来毁谤你 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跟以前不同了 我们今天是有这个第三势力 吴冕王 这个媒体 媒体本来任务就是干这件事情 但如果你自己是官员的话 那你要做的事情是去做那件事情 而不是公开讲什么事情不对 好像错误责任都在别人自己没有责任 那被你指责的那些人 那些官员肯定要对你不利 就会来毁谤你 你是在忧国忧民 人家听在耳朵里是在毁谤别人 所以忧国忧民 你真的有这个心 你就不希望事情做不好 那你就花自己的力气去补味 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在外面讲 在外面讲呢 你又产生了一个私心 私利之念 想要获得忧国忧民的美 顺便践踏一下别人 你有这个私心 你有如果没有这个私心 那你不必去抢忧国忧民的美 你更不愿意去践踏别人的尊严 你真的就是去帮他把事情做好 当有其心不当有其意 一去去实不一去其明 虚实之间 善其敌人心者 因其所能见通 无强开其所弊 善以其风化者 风俗习惯 因其所意见反之 无轻较其所难 风俗习惯已经弄很久了 你要去改变他 不要一下就改变那个核心 每年都办这个活动 如果今年不让他办 这个村庄的百姓已经连续办了三十几 这是他们的习俗 这样子 他们很多其他的事情 因着这个活动才会进行 很多在国外的子孙 也会因着这个活动 这个时候才回家 过年的时候都还不见得回家 有很多各种的事情跟他绑在一起 可能这个活动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你要去就他有问题的地方去做修改 调整 而不是说你今年不能办这个活动 那他们审视太大 会跟你冲撞 又不服你的领导 产生了冲突 那冲突就很大 所以呢 一风 画俗 要在细微的地方 过度的地方 做修正 而不是这整件事情 不让人家做 启迪人心 这个 在他能够明白的范围内 他愿意接受的理性的频率上 去让他修改 他就是放不下这个利益 他就是放不下这个仇恨 他就是拉不下这个脸 那这个事情呢 你就要多多宽容 所以在由外往内慢慢的调整 不要一下子要人家完全改变 我们也接受不了 别人一样无法接受得了 所以这两句话的重点 都是在告诉我们 固然我们有善意 固然我们有善念 但是呢 我们希望别人好 那个做法一定要讲究 要慢慢来 不要硬 拗 硬 讲 那表示什么 我们要客气取胜 我们任务指标 我们不顾人情 所以人情很重要 所以你要改个对 但是你要慢慢的做 由外往内做 你一下子 硬的改变呢 会有非常多的难以承受的状况 影响到别人 让他受到重大的伤害 以至于这件事情 最后呢 你也是做不成功 社会上的事情是这样子 如果你个性中的小缺点呢 应该要立刻改进 如果你个性当中的大缺点呢 恐怕也还是这样子 你不能够要求你自己立刻改变 但是呢 你或许可以 其免自己减轻那个症状 减轻那个不好的习惯 就像生病一样 那个发病的频率 我们自己的不好的个性都很难立刻改变 更何况 他不是一个人的不好的个性 他是整个社会共同的风俗习惯 那当然不容易改变 或者是一个人的长久的心态 很难改变得很快 好 思入世而有为 领得世外风光 否则无以脱扣灼之成员 思出世而无然者 须先按尽世中滋味 否则无以迟 空极以致苦去 入世出世 蔡根南用了很多 自己在讲中国哲学的时候 我也会常常使用这个架构 一个人的成就感 寄托在体制内的荣率 这叫做入世 一个人的成就感 与任何社会体制的肯定都没有关系 这叫做出世 那张三峰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也不是为了世俗给他什么荣誉 如果他为了世俗的荣誉呢 就不要在山上练太极拳 跑去政府做官拍马屁 那世俗的荣誉就很多了 那当然这是不好的 或者就投身军旅 投入政府去报效国家 然后呢 像孔子孟主所追求的这样 协助君王治理天下 行人政爱百姓 这都是入世 入世能够有回 就是你做的事情能够成功 那关键在于 你对于这件事情成功之后 所得的任何的利益 你都舍得给别人 那么这件事情会成功 周围的人呢 不会找你麻烦 会配合你 希望这件事情也成功 因为呢 对他来说呢 这个他们都可以得到 他们想要的利益 那这就是什么 领得世外风光 否则无以拖 够着之成员呢 做一件事情成功 你会得到很多 看得见看不见的利益好处 这些你都要 就是够着之成员 这些就是成员 而这些成员都是污垢 混浊的 你会得到一些看得见的利益 那你该得 看不见的利益呢 你不该得 但是呢 你会去得 这些都是够着的成员 如果这些看不见的利益 看不见的利益 别人都盯着看 它只是台面下 那看不见的利益 你把它拿到台面 也分给别人 甚至看得见的利益 你也不要 什么意思呢 你 你是不以社会体制的成就的肯定 作为自我成长的肯定 你超越这个 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情 你愿意大家过好的生活 带领大家 可是呢 你完全能够舍下 带领大家以后 完全能够舍弃 带领大家以后 所得到的利益 好处 这些呢 你都能够舍弃 那你才是这些事情 能够真正做得好 这就是什么 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情 就是不以社会体制的成就 荣誉利益 作为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你才能够真正的 真正的做好 这样子 然后呢 出世 各位同学 出世很不容易啊 出家人就是出世 出世呢 就是 就算你没有离开职场 你还是可以有出世的心 但你这种出世的心呢 表现成为什么 就是你在职场内的所有的工作 你尽本分 但没有任何的目的 职场内没有给你额外的感谢 额外的报偿 没有公开的肯定你 你完全不在意 因为你已经出世了 因为你真正追求的 不是上班时候的薪水多少 官位多高 加薪加多少 职级升多少等 以及你是不是活动的主办人 这些都不是你在意的 你只是人家叫你做什么 你本分的做好而已 你真正在意的是 每天晚上回家 参加国际 网路 象棋比赛 得第一名 那才是你真正关心的 所以针对你白天办公室的事情 你已经出世了 白天 社会体制内 所有的 这个事情 你尽本分 拿你该拿的薪水 你不会在这里怎么样 搞人际关系斗争 不会在这里损人利己 不会在这里呢 见不得人好 不会在这里呢 计较自己薪水不够高 该升等的时候没有升等 这些你都不在意 你已经出世的薪 你在意的是 你自己关心的另外的事情 那如果你是做宗教的这个信徒 或者是修行者的话 那你更是出世的薪 好 但是出世不容易啊 很多人出世 是表面的 内心世界 对于社会体制颁奖给你 社会体制肯定 社会体制 人人尊敬你 是爱得不得了 舍不得放下 所以 以出世的身份 做出世的事情 满脑子想的是 入世的利益 社会体制的利益 那这样子就根本没有真正的出世 那怎么办呢 按尽事中滋味啊 社会体制的利益 有时候很虚妄 很虚伪 做好人呢 这个不会得到相当的肯定 甚至会得到很多的回报 最有权力的人呢 未必是最有能力的人 最有能力的人呢 早就离开这个体制 到别的地方 去做别的创作 所以 最有权力的人 未必是最有能力的人 社会体制标榜 最有德性的人呢 也未必是最有德性的人 但是公关做的太好了 就买票成功 他成了最有品德的人 所以 社会体制 有非常多的时候 是虚妄的 但是呢 做一个有理想 有抱负的青年 首先必须投入社会体制 为社会服务 付出而成长 然后呢 可以抱持这出世的心 觉得社会体制 有很多地方 其实蛮虚妄的 不用在这里再投入 反正别人这样过得也很好 就好 我追求我自己的科学理论 追求我自己的文学写作 追求我自己的这个练气功 还是怎么样的 就有了出世的心 那是因为暗尽世中自卫啊 否则你就算摆明了出世的身份 你还是在抢夺社会体制的资源 你无以持空极之苦去 真正有出世的心 空极是不苦的 但是呢 一个有世俗的欲望的人 叫他以出世的状态 现身 但是对他来说 他守的是空极的苦 因为他入世的心没有断 那为什么没有断呢 就 经验还不够 该玩的还没玩过 该做的坏事没做过 该被惩罚的事情没被惩罚过 就精力还不够深 所以呢 这个一方面 就是要丰富的人生经验 那你要出世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出世 你不会出世的身份还要世间的利益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你真的完全具备了这种出世的胸襟 意境 你不会一定要成事的利益的时候 你为世间做事 你所付出的才是真心诚意的全部的付出 所以人要入世 但要有出世的心 入世的事情才要做好 人要出世 但呢 要世间的事情看透了 你才真的能够出世 这样的话呢 有点不好理解 公民富贵 从灭处观究竟 贪恋自轻 恨逆困穷 从起处问游来 怨游自消自喜 这样倒也不是很好了解 这个你碰到困难 然后你的愤怒 都是谁造成的 都是谁不给我什么东西 都是那个什么环境的条件的恶劣 那你要去想想 属于你自己这一部分的原因是什么 你是不是掉以轻心啦 你是不是准备的时间太慢啦 你是不是没有用百分之两百的努力 来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事情失败 反省自己 那么这个人可以成功 事情失败 怨天尤人 这个人还是处于失败的状态 不会进步 所以碰到困难 最重要的就是 看有什么我可以改进的地方 那从长远处 从基础处 改变 做起 那你这个人呢 会很有出息 顺境 功名富贵 这些东西 其实是上天给你一个福报 让你这些资源身份条件 为社会服务 创造社会的福利 然后呢 时候到你也会离开这个职场 时候到呢 换别人做 你不会一直在那个官位上 这样子 然后呢 你有再多的富贵 再多的财富 你有死亡的一天 你也完全用不了 这个死亡以后 灵魂跑到天上飘 看到你下面的坟墓那么大 又怎么样 你又不是真的住在坟墓里面 这样子 所以从灭触观究竟 就是你有的什么 在社会体制内 比别人好的 功名富贵的这一件事情 你不必把它看得太阳不起 它不是你人生的目的 它可以是你一个时期的目标 但这个目标 其实不是目的的本身 这个目标 只是为了实现你的理想 实现你的理想呢 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感谢 实际上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成长 能力的成长 能力的成长 追求理想 额外的 客观的 同时的 父带的 得到功名富贵 但那个东西不是你的目的 当你到了退休年龄 那个位子 你得让开 当你到了人生的退休年龄 人生的毕业年龄 你也得死亡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只有一个 你提升你的能力 附带的 你会得到这个理想的达成 以及世间的功名富贵 但你不要看得太重 贪恋自轻 当你为社会服务做事的时候 你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那你是高高在上 但是呢 丢人献严 因为你贪恋太重 自己的利益 高高在上 但是呢 一个清楚的大学生 看你的行为 也会看得非常明白 你整观是做假的 因为你没有羞耻心 所以无所谓 但假使你有一点点羞耻心 你会觉得很丢脸 因为你贪恋私利 那你为什么这么贪恋思念 你把这东西看得太重了 你真正要看重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能力的成长 做更多的事情 让更多人得到更好的生活 你负担而得的功名富贵 不是你的目的 你不会为了这个东西而做事 那么你所做的事 才是这件事情的本身 你会真的获得福报 获得人家的尊敬 好 从近处观悟动 向闲处看人忙 才得超成脱俗的趣味 欲忙处会偷闲 处闹中能取境 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 这话有点奇怪 安身立命不是应该为社会服务奉献吗 这个人偷闲 闹中取境 这怎么是安身立命呢 各位同学 再忙的事情 也不必把命给 忙 忙掉 也不必把命给送掉 再大的事情 也不会是只有你一个人 才能够完成它 有些时候呢 要看轻一点 看淡一点 你才不会功利心太强 你的理想要最高 眼界要最高 但是呢 功利心绝对不要做 什么事情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不能够怎么样 然后又弄到底 把自己累死了累坏了 也把别人累死了累坏了 那就是目的性太强 功利心太强 还是私心跑出来 为了天下人 然后呢 搞得部署累的钥匙 那部署也是天下人 是要懂得 忙处偷闲 闹中取静 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不必时时刻刻处于 伺候别人的状态 我前面讲 人在群众中 要跟群众 和乐相处 但你不要一天24小时 都在群众当中 被累死你 你要抽离出来 忙处偷闲 闹中取静 永远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做正确的判断 用最有效率的精力 做重要的事情 这是安身利用的功能 你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不休息 体力累了 脑子也坏掉了 事情被乱做 要让自己休息 你已经很努力 所以你要让自己休息 你不要贪功 所以你要让自己休息 闹中取静 忙处偷闲 这是安身利用 因为你保持一个冷静 静处观悟动 闲处看人忙 才得超成脱俗的趣味 一个人有超凡脱俗的心境 有这样的心境的人 看着别人忙碌的时候 自己也并不是也在里面瞎缴 一定要怎么样 找一个角色 一定要找一个位置 一定要穿某种颜色的衣服 一定要讲某种类型的话 一定要非扮演一个角色 不可 一定要搅后入那个忙里面 没有让自己有闲的地方 那你也是失去了主体性 看着别人在动 然后观察非常清楚 看着别人在忙 你也看得非常清楚 这里头有真有假 有虚有实 碰到实的好好互动 碰到虚的呢 你就不能够认真进去 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超成脱俗 始终保持自己的自由度 自己的主体性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一句话 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讲就是 比如说一个社团 你作为这个社团的社员 这个社团呢 每天晚上都有活动 但是呢 你是属于这个社团的某一个组 你这个组呢 一个礼拜 只有礼拜几有活动 你这个人呢 除了系里头的学生的身份之外 你还是两三个社团的社员 某一个社团你是干部 某个社团你是学这个学员这样 那另外一个社团呢 那你是这个只是社员 你也没有参加什么学习性的活动 所以对于那个 你以学员参加学习性活动的社团的参与而言呢 你应该只参与你要学习的那一个课程 那个礼拜的那一天晚上的活动就好 如果其他活动你都要参加 那因为很好 因为有很多有趣味的事情 你自己做社团干部的那个社团 该做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做了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 兴奋的事情 人多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的话 你永远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你没有超扯你脱俗的趣味 好 下面这两句话呢 文字非常的美 红卫智先圆弓 这飞鸟还没有飞过来 你就拉弓等着它 等到飞过来的时候呢 你手已经累了 在那边发抖 射不住 兔蚁王在抽屎 你看到兔子 然后呢 你准备拿起弓箭 要去射它 可是呢 兔子已经跳走了 你射不到它 总非当机作用 所以啊 人 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事情 认真做这件事情 然后做完 就结束 不要一直想着它 也不用一直去讲它 那心才能够空出来 然后面对下一个阶段的事情呢 你才能够当场 拿起准确的做 此时此刻要做的事情 在有老师的场合 有长辈的场合 一直在讲自己的事情 长辈就会觉得你不太懂事 这样子 然后在有学弟妹的场合 或者在你办社团营队的场合 有你被你服务的中学生 小学生的时候呢 你是一个干部的角色的时候 你应该去为他们服务 教他们东西 带他们活动 就你还在那边闲聊天 讲自己的事情 你就是场合掌握不准确 所以 该拉工的时候 没拉工 该抽键的时候 没抽键 你都丧失了那个鸡 这样子 风起时啊 风起时休起浪 暗到处便迷船 才是撩手共扑 重点就是这句话 活动结束了 就回家 或回到教室去上课 那昨天 营队已办完了 大家非常的高兴 就今天到了教室 然后要上一门新的课程 你要认真听课 结果你的同学呢 看到你 把你叫出来 我们昨天社团活动 非常好玩 然后谁谁谁呢 他还没走 还在我们这边 你赶快出来了 翘课 来跟他去玩 风起时休起浪 一件事情做完 就让他结束 活动办完 就不要再去谈他 你要回到课堂认真读书 功课顾好 花两个星期的时间办 该顾的功课顾好 之后呢 你又要花两天的时间 又要同意另外一个活动 这样你每一件事情 来临的时候 你才能够全力以赴 所以忙碌的人 一个学习 可能办好几个活动 修好多门课 但每一个事情 他都能够顾好 关键在于 对这件事情 不起情绪 结束的时候就结束 不再一直谈它 不再拉着同学去谈它 按到处便离传 才是了手工夫 做官的人 任其道了 任其道了 就卸任 然后呢 退下来 让别人去顶这个位 那自己要往哪里去呢 该往哪里去 就往哪里去 而不要练在你这个位置 想办法一直留 一直留 一直留 留到人家讨厌为止 按到处便离传 因为你一直有理想 一直有方向 每一个角色扮演 都是战时的 大学四年毕业 被荡掉了 不得已五年毕业 不要策略性的六年毕业 按到处便离传 才是了手工夫 你什么身份 什么角色 做什么事情 一定是明确 身份不明确 角色不明确 场格不明确 那就是拖泥带水 了手工夫 所以我们要懂得 开始一件事情 但你要懂得 结束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结束了 然后你做下面一件事情 然后呢 你每一次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是 你应该做这一件事情的 时间 空间 场合 对象 不要 红卫智仙员工 突以往再抽食 你总非当机作用 始终都不当机 如何能够始终当机呢 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全力以赢 然后做完 就不要再去看看 忘记 进入下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一年下来 你成长了很多 一年后 碰到你的同学 他还在跟你讲 一年前办那个活动 多有趣啊 你当然要好好陪他聊上一段 你心里要明白 他浪费了好多时间 没有进步 好 碰到麻烦的事情 就是镇定聪容 纵纷若乱思 终当就绪 待人无半点骄傲期 虽角如山鬼 易自现成 你碰到麻烦的事情 这个麻烦的事情呢 这个 让你很心慌 因为你担心那一个 不好的后果会产生 这个时候 你都不用心慌 也不用担心 就面对那一件事情 该怎么做 想清楚 那现在可以做什么 先从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开始做 有很多事情已经被破坏 那个局已经没有了 你现在没有办法做 但有些事情呢 你还是可以做 就从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开始累积 然后布局 布好了一个局 某件事情 又可以做了 再做第二件事情 然后继续布局 第三件事情的局又不好 你可以做第三件事情 那各位同学 布局不容易啊 要忍耐 要和颜悦色 才能够布局 才能有机会到什么场合 和跟人家谈什么事情 你有足够的实力跟人家合作 人家愿意跟你合作 但是呢 你只要发一个脾气 局就破了 我们常常讲 破局容易啊 成局难了 好 一件事情弄坏了 很难收拾 要有很多的环节 很多事情根本已经没办法做 因为已经被搞破局了 好没关系 我就从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开始做起 然后慢慢布局 布第一个局 然后把它做好 再布第二个局 第三个局 一件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遇事指一味镇定从容 你就是要把事情完成 各位同学 你为什么拿来这么坚定的意志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呢 因为你开悟了 这是你非完成不可 所以你就会坚定意志 一味镇定从容 你人生如果有几件这样的事情 你人生就够了 你三十岁的时候 就会对于前面的努力满意 四十岁的时候 会对前面的努力满意 五十岁的时候 不会哀叹人生 因为你后面还有很多的理想目标 你对前面的这个努力累积满意 六十岁继续做 七十岁继续做 八十岁继续做 继续做 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你人生一直有理想 面对事情 坚定的处理它 被别人搞坏的事情 没万一收拾起来 一味镇定从容 纵弱乱丝 终当就续 什么事情呢 就会条件具备 终于可以办大活动了 这是对事情 对人 为什么要镇定从容 事情被人家破坏 事情垮掉 所以要重新收拾 线索很多 所以要让他就续 所以这个世界是有坏人的 那坏人在哪里呢 当一个人欲望过多 道会虚似 并且损人的时候 他就是坏人了 好 生活的世界上 很容易碰到虚伪 要损别人的人 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怎么办 待人无半点 骄傲欺 你看 要骗人的人就是欺 要骄傲的人就是欺压别人 我们不要有任何这种恶 这种不好的行为 会导致我们变成恶人 伤害别人的坏人 这种人社会上是有的 能力强 好胜心 不肯努力 嫉妒别人 就会变成骄傲欺 那这种人呢 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就很狡猾 好像山里面的痴妹亡娘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 南无影去无中 你掌握不到他 他觉得什么事情都看着 你看得清清楚楚之类的 意志献成 献成的意志就是 后来他对你 不再搞这些小动作 为什么不再对你搞这些小动作呢 因为你每一次都不跟他呼吁 都不指责他 都不戳破他 都不跟他冲撞 都接受 因为你无半点骄傲欺 后来他发现在你身上 骄傲欺欺 没有成就感 反正他要你做什么 你都会做 他就不用骗你的方式来做 他公然的在你面前做 最后他也诚恳的待遇 但这个人品格有没有被改正 当然还是没有 只是说这个人没有必要在你面前再演戏 因为他呢 再怎么演戏 反正呢 你不是受骗上当 而是什么 你都配合演出就对 你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你也没有哈哈大笑 很兴奋 你也没有在演戏 你就是慈悲他 你就是宽容他 你就不去伤害他 那最后他也没有必要在你面前演戏 他要什么就直接跟你讲就好 虽然是不应该的 你还是给他 最后他也带你现成了 但他对别人不一定 会继续害别人 那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度量 来跟他互动呢 因为跟他打架不是你投胎的目的 跟他纠缠不是你念大学的目的 跟他起冲突不是你人生的理想 因为他不是你人生成就的 获得的满足的标杆 他不是你人生的目的 你不许把它变成你人生的目的 你人生有很多的理想要追求 同时你对人性透彻 你知道人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弱点 所以他是你同情的对象 然后你有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不花力气跟他起冲突 就宽容他 原谅他 真诚的带他 只要他不是叫你去杀人放火 叫你做一些浪费你的时间 对他有利的事情 好 没关系 你很可言 我帮助你 但不用起冲突 这个前面不是讲吗 应酬要缘积 缘积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跟任何人有正面的冲突 不要节省 只要是你该出现的场合 你都好好的跟所有的人互动 不要苦瓜脸 也不要凑着一张脸 让人家讨厌你 觉得你不好相处 如果他觉得你不好相处 过了五年以后 你有某一种专长 而他有某一个业务 想到要找你合作 想到你那张苦瓜脸 他就不想找你 你失去了你的机会 所以 永远不要跟别人结仇 然后努力学习 努力成长 任何你该出现的场合 节约你的能量 可以走的时候就走 但当你在那里的时候 不要给别人难看你的脸色 配合别人的情绪 好相处 缘机 之后别人也会善待你 人家都善待你 就是你以后 好走路 会有更多的福报 好今天上课到这里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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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慢换 下课 载 下课